中心网北京12月17日电航天服务创新协同专项奖励基金近日成立 北京市海电区退休老党员林永青 向该基金现场捐赠十万元我深深的知道 要表达这种感恩不光要表现在口头上 还要体现在行动上 这是林永青在活动上表达的肺腑之夜 他的讲话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许多人眼含热泪 受到了一次崇高精神的洗礼 林永青在活动现场发挥 正值77岁起寿之年的林永青 于今年7月给海电区内写信 表达了捐赠出多年的积蓄 用于国家发展的意愿 他表示前半辈子命运坎坷 磨难多 再多次危机关投射党 国家和人民救了他 因为两次大手术 身上流淌着八个人的鲜血 家庭困难时 国家对自己及孩子帮助很大 全家真心真意 从骨子里感谢党 感谢祖国 感谢人民 虽然岁数大 能力有限 但仍然坚持学习 关心国家大事 传递正能量 受李永青 郑重委托 海电区委组织部牵投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甘家口接到党工委大力支持 确定在航天科工集团 所属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设立航天服务创新协同专项奖励基金 航天工业机关服务中心 在出资90万元 将基金扩大到100万元 用于表彰为航天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职工 陈永刚代表受捐赠单位 接受李永青的捐赠活动现场 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向林永青颁发了证书 并赠送航天纪念品 航天服务事业的新生力量 浮云腾飞青年突击对现场宣誓 立志传承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 忠诚担当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我们将以基金成立为基点 趁现在正青春 让梦想与胆量碰撞 照亮青春的光 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陈永刚 代表受捐赠单位承诺 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按照公平 公开 公正 透明的原则 认真抓好奖励基金的使用 管理和监督 发挥基金最大的激励作用 以不辜负林永青和航天科工集团的期望 目前已制定印发奖励章程 明确了奖励规则 本社工夫 他们认真抓好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